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指我们呢 不早已六根一切的造作 但我们六根的任何一根 统统是绝对存在的 不生不灭的心 所以你整天吃饭呢 你不曾经咬着一粒米 意思就是说 虽然吃饭 可是不着这些美味 法身立刻现前 所以等于 清静的心在那边作用 所以等于不吃 没有咬到一粒米一样的 意思就是清静心 不着想的意思 中日行 行的脚要踏 未曾踏着一片地 何以故 心静两望 心静皆空 当然绝对的本体 这个都是只见法身的意思 中日吃饭 未曾摇一粒米 法身也不吃的 清清静静的存在那个地方 是什么 中日行 未曾踏着一片 以不执着这个来去 像生命的因果像 没有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就无人无我等相 中日不离 确实你还是要面对一切现实 不被诸敬所迷惑 方明自在人 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没有人像 没有我 这些像 无人像 无我像 等等 但是你虽然心 无我像 无人像 但是每一天都必须 面对一切事情 所以佛法是既现实 又超越 既超越 又现实 不被诸敬所迷惑 这样叫做自在人 念念不见一切像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个念头 他都没有找一切像 不见就是不找 不是没有看到一切像 不是这个意思 念念心不找一切像 就是我们一切像都是假像 不可以把假像 印在这个脑筋里面 化作观念 死守那个观念 因为那个是不存在的 像是原生湮灭的 不实在的东西 不可以给他落入观念 当作失之的进来追逐 那是不对的 想像为尘 那想为够 所以我们念念不找一切像 不要去执着 默认就是千万不要去执着 前后三季 不要怀念过去 不要憧憬着未来 不要忘记了现在放下 所以说默认千后三季 不要执着过去 不要执着现在 不要执着未来 前季无趣 前季也没有所谓的过去 因为空了 没有所谓来去 今季无助 现在也是无所执着 后来 后季无来 将来的时间还没到 安然端坐 任运不拘 我们安然端坐 任运不拘 方明解脱 我们的心 安然就是心 无所事事 心无所挂碍 就做着那个好端端的 就做着 任运不拘 方明解脱 这样叫做解脱 我们动不动 就是说我们要持戒 我们要修病 我们要修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 不晓得我们本性具足 一念无心 本性具足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 就不明解脱 努力努力 此门中千人万人 只得三个五个 因为太难了 所以这个要大吃大悟 其实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若不将为事 受阳有日战 将就是当 如果不把明心见性 当作一回事 那么你明心见性 要当作一回事 不当作一回事 那你就生灭六道轮回了 如果你不把明心见性 当作是大事的话 你受灾祸 有日战 就是指日可待 你受这个灾祸 就指日可待 因为因果逃不掉了 因果逃不掉了 所以说 如果你不把明心见性 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 注意它 那么你受灾祸 那么就指日可待了 你必须就是不相信 你等着瞧 所以说 着力 今生虚了切 切就是除去 谁能累劫受瘾 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力 我们要着力 就是要下一番的苦功 今生虚了切 谁能够忍受这个累劫 去遭受这个瘾 因为因果丝毫不爽 那么我们证悟到本体就是非因非果 那么就可以超越了 就可以超越了 就是再大的果报 逆境 我们也是自在无碍 谁去悟到 在阴地上悟到 阴就是非因 就是空性 谁在元气化里面悟到 元气就是非原 就是空性 谁在果报上悟到 谁就是非果 就是空性 空性 绝大的大觉性是时时都在等着我们 你只要去路 你就是自在的人 就是解脱的人 不分时间 不分空间 不分时间 不分空间 因性 因性本空 原性 原性本空 果性 果性本空 因元果报 连锁的生命法 在哪一个撒那之间去路 你就是佛 见自信的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这很有意思的 经典这样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 看到这个东方啊 就是一个星星 闪烁 哦 他马上证悟了 这个就是 这一叉就去路 绝对 所以这个要用跳的 你用剑刺器的 你用剑刺器的来啊 你没办法证本性的 没办法的 因为 本性是无违法 不能用切割的方式 去今天建一点 明天建一点 这不是在切蛋糕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啊 想要误入本性 但观实节音源 就是在等待音源而已 多听经 多文法 多观照 哪一天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这有一个大车大雾的人 那是修了老半天 啊 修了很久很久 结果后来啊 啊 大车雾了 大车雾的时候啊 鼓掌 然后讲了一句话 原来我妈妈是女男 侧屋的人 你看看 好像笑的 啊 原来我们老婆是女的 谁不晓得 妈妈是女的 大家都知道 妈妈是女生 就是这样 开户的时候 竟然讲这种话 很奇怪的 哦 原来我妈妈是女人 妈妈去餐啊 你也不要神经病的 自己在那边 啊 装作车雾 啊 原来我爸爸是男人 那个不是你的境界 所以我们今生今世啊 虚了切 要彻底的啊 要不然啊 谁能够忍受累劫的一样呢